兩個禮拜前 河南鄭州富士康廠區爆發新冠疫情 當地政府全區封控 導致數萬名員工被關在宿舍裡 不但沒有活動空間 連藥物和糧食都缺乏 有症狀只能自生自滅 更有確診者被封在爛尾樓中 整個廠區氛圍像壓力鍋 自覺被孤立拋棄的員工 再也受不了 員工直接突破封鎖 沒命地奔逃 成千上萬人 帶著簡單行囊上路 然後真的是從漫漫長夜走到白天 除了冒險行走高速溝通路間 還要穿過大片田野 沒日沒夜要徒步返鄉 網友形容這種景象 宛如一九四二年 河南大饑荒時的逃難隊伍 雖然中共官方迅速把相關短片 照片訊息下架 但是只包不住火 消息指中共中央已經派出 工作小組進駐鄭州 要調查逃亡事件 並警告帶頭逃亡的員工 很可能會面臨秋後算賬 蔡新聞綜合報導